大家好 这两天马里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杨淑萍火了 因为他代表本届毕业生 在马里兰大学2017集的毕业典礼上发言 他的这个演讲内容引起了不少风波 因为大批粉红和爱国青年指责他发言内容是辱华 有辱华成分 当然后来有些人改用了一个更温和一点的词汇 叫做扁华 它怎么叫辱华和扁华呢 主要是杨淑萍在发言中提到 他在家乡的时候出门需要戴口罩 因为空气质量不好 不戴口罩会生病 到了美国来以后 空气清新就把口罩给摘了 进而由此出发来赞扬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就是不仅空气清新 而且人际关系啊 这个政治氛围的一样 这个空气也比较清新 也比较自由畅快 于是有人就搜索这个杨淑萍同学的背景 发现他是从昆明来的 而昆明的空气质量在中国的大城市还是比较排前的 所以呢就有很多中国留学生认为杨淑萍的这段演讲是贬低自己家乡 贬低了中国 是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不健康口味 所以叫辱华或者扁华 因为杨同学的这段发言呢 有十几分钟 我只挑取了几句 就是被爱国青年们认为最有辱华或者扁华 嫌疑的几句话 给大家播放一下 让不了解这个事情的网友呢 先获得一点背景信息吧 现在来说一下 我对这个事情大体的看法 实际上杨淑萍同学谈自己家乡的空气质量 在他演讲里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他主要是想以此为由头 引出对美国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讨论 他要谈的是这种自由对他的影响 以及他的感触 当然他整个演讲的氛围是拥抱自由 是推崇这种自由的 他也说这种自由是氧气 需要珍惜和捍卫 并不是理所应当就应该得到的 他前面讲中国空气质量不好 出门需要戴口罩 确实他是有一些文学手法的性质 就是他想先谈一个具体的事情 由这个具体的实物的空气质量好不好出发 引出这个思想上自由的空气 所以他是有一定文学性质 那么就类似于中国诗歌讲的副笔心 这种手法 就是我先谈一个具体的事情 营造一个气氛导入一种情绪 然后我再去说一个更抽象的话题 那么这个毕业演讲 它本身不是学术报告 也不是新闻发布会 它对真实性的要求 没有前两者那么严格 它主要是分享个人感触 这种场合 它是允许有一定个人主观情绪的成分的 所以说这种演讲 就由我个人来讲 我可以接受它有一定的文学性 你像中国的那个诗歌讲的 孔雀东南飞无礼一徘徊 那孔雀往东南飞吗 它就不往西北飞西南飞吗 你这么说是不是太绝对了呢 当然你要较真的话 它就不会有这种文学创作了 还有肩胛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一人在水一帮 肩胛指的是芦苇 苍苍是那种青黑色的颜色 那你要较真也可以说 这个对芦苇的颜色描绘的不准确吗 要李白的话 它那种夸张就更离谱了 白发三千丈 圆筹四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它的白发有三千丈那么长吗 还有陆游那首诗 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任月上摩天 移民泪尽湖尘里 难忘王室又一年 一任是八尺 五千任就是四万尺 那它去梁过那个山 真有那么高吗 当然我要这么说呢 肯定很多爱国青年还是不同意 他不会赞成我把这种演讲 当成一种文学作品来看淡 那好吧 通常呢 因为爱国青年是攻其一点 不计其余的 总之你说这个空气质量不好 就不符合你家乡昆明的现状 你就是辱华了 别的我都不管了 所以现在针对杨初平同学的 这种网络上的攻击 主要围绕在昆明空气质量 到底怎么样这个事情上 那么既然爱国青年这么较真呢 我觉得也应该认真对待一下这个问题 总之你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它不跟你讨论别的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可能性吧 第一 杨初平同学写演讲稿的时候 是有可能他带有中国大陆教育出来的那种浮夸和牵强的习气 就是他为了起到对比和硬蹭的作用 他虽然做了部分的虚构和夸张 但是呢 他离真实度差别比较大了 那么这种习气 很多大驻出来的学生都有 你像我小时候也写过这样的作文 说老师要求写作文 你周末要去做一件好人好事 然后我就写 我怎么扶老奶奶过马路 然后帮老大爷搬封锅煤 完了以后呢 老大爷问我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说请教我少先队员 那我实际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呢 完全没有 那全是编的 就是我小时候也写过这样的作文 那我相信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在中小学阶段也写过类似的作文 也就是说这种习气啊 这种教育所产生的习气 他给人的印记是很深的 那可能留学生嘛 他也带有这种习气 他需要自己意识到 慢慢加以退去 杨同学在演讲稿中 只写自己生长于中国的一个城市 没有说是昆明 他可能没有想到 真的有人会去人肉搜索他的底细 所以他写这个演讲稿的时候 他觉得文学尺度上发挥可以大一些 这个夸张的成分也可以再大一些 总之也没有人知道 他真的是从中国哪个城市来的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确实杨淑平同学需要吸取教训 以后更谨慎一些 第二种可能呢 我觉得也是蛮大的 就是杨淑平同学可能有呼吸系统的疾病 比如哮喘 那么他对汽车尾气啊 花粉这些东西的敏感度比一般人高一些 你普通人觉得空气质量还可以的时候 他就已经需要戴口罩了 因为他在演讲里面说不戴口罩会生病了 所以他个人的身体素质也是一个满大的可能性 可是我完全没有发现有爱国青年从这个角度 就是从他个人身体素质健康状况这方面做一下设想 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想过 就一顶汉奸的帽子扔过来了 这实在令人遗憾 当然也会有人说 美国的汽车尾气也不少吧 你说他的空气质量就一定会比昆明干净多少吗 确实也是有这个情况 就是我有一个亲戚从小就是哮喘 他来多伦多读书了几年 自然这个哮喘就好了 但你要说起来 多伦多也是一个人口几百万的大城市 汽车尾气也不少 他的空气质量比起加拿大乡村还是差得远了 但是这个事他自然就发生了 就是他的哮喘自然而然就好了 可是今年年初他和女朋友回国 待了几个星期 哮喘就又犯了 所以杨同学本人的健康状况 他是不是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史 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三就说这个空气质量本身 我查了一下 说昆明的空气质量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是排前十的 大概是第八位左右吧 但是你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城市空气质量能达到多好 也是个问题 因为这个PM2.5 它的威力过于细小 它可以经年累月的悬浮在空气当中 而且随着气流的运动 也是四处流动 像台湾 香港都不断的有新闻报道出来 说受到大陆灰埋的影响 他们的空气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都变坏了 同样是在中国的西南 离昆明相对比较近的大城市成都 在去年冬天的时候 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灰埋天气影响 所以我想只能说 在大城市里面 昆明相对于别的城市 空气质量好一些 但你说能好到哪去 我也表示疑问 这也是当前的一个客观现实 由于这个问题专业性太强 这个角度我们就不详细讨论了 总的来说呢 说杨同学辱华贬华 实在不知道是从何说起 杨同学已经登了一个致歉声明 他把自己的LinkedIn和Facebook 这些媒体也关了 我想这个事情发展结果 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由于写了一篇自己感想的演讲稿 马上就成了众石之地 受到众多人的围攻 他所感受到的压力和他的惊恐 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这个事假如发生在我身上 就比较简单了 我的社交媒体谁来谩骂的 我把它删了就完了 我把它从联系名单上踢出去就完了 但这个事情对于一个 涉事未深的小女孩来讲 就会给她制造很大的压力 马里兰大学也发表了声明 校方的态度是毫无保留的支持杨淑平同学 是支持杨同学表达个人观点的权利 现在这个事闹这么大呀 我估计也轮到马里兰大学的师生感到很困惑不解了 就是杨同学到底说错了什么 其他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会觉得受到冒犯 为什么这些留学生会这么易怒呢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接下来要批判中国留学生如何的被爱国主义洗脑 如何的没有独立思考了呢 其实还真的不是 我首先想说的是 留学生的情绪反应 它是根植于人性的一种基本需要 对我又要开始讲人性了 因为任何事情它如果没有人性的基础 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 那么怎样的一种需要呢 其实是和我两天前谈台湾的话题一样 就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需要 就说这些孩子们 离家万里和国内的社会联系完全被切断了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 他需要被尊重被认可 人都有这种需要 你说我成绩非常的好 我能够拿到去美国学校很顶尖的奖学金 这个当然能够赢得尊重 但这只是少部分顶尖的学生能做到的 作为留学生主体来讲 他们很自然的把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当做自己的一个身份标识 以此而出发 要求人们来尊重来认同 说中国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了 被别人羡慕夸奖了 他就觉得获得了身份认同感 至于中国政府受到什么批判了 他就觉得受到了冒犯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是党国不分 他觉得共产党受到批评了 就是中国受到了冒犯 从而也就是他本人受到了冒犯 中间跳了好几个环节 直接联系到自己身上了 这种状况在其他国家的人身上 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当然说到这儿有人会进一步问 为什么他会觉得批判政府 就是批评他个人了 因为别的国家的人 也有这种国籍的身份认同感 但是他这种易怒 这种容易觉得受冒犯的感觉 好像要比中国人要弱很多 早些年出来的留学生 像八十九十年代出来的留学生 他也是中国人 那么他这种情绪反应其实也要弱很多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就反应这么强呢 就这么玻璃心呢 这确实就要说到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 就是说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认同 它是基于一种非常物化 很表象化的东西 最简单的就是你挣多少钱 你钱多我就尊重你 你没钱 那你这个人就被人看不起 连同学会你都不好意思去参加 再有呢就是官街 你爸是不是李刚啊 你爸是处长还是局长啊 你爸要是李刚 比李刚官还大 那你在同学当中 你就比较受尊重 年轻人当中呢 你是不是经常穿名牌 然后呢什么开名牌车 拎个名牌包 你如果能够做到经常和名牌为伴 那你也会受到追捧 小学生当中呢 谁用了个最新的苹果手机 周围都会围一堆同学 中学生大学生 你女朋友很漂亮 那也是你自豪的本钱 特别有份儿 女朋友颜值高 也会给你带来身份认同 也会给你加分 你说你有思想 那你思想值多少钱呢 有谁会在意啊 留学生的主体呢 在中国是属于经济状况 比较好的家庭 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家庭 基本属于中国社会 前10%的家庭吧 说你来了美国 你爸是李刚还是王刚 谁在意啊 你别说你爸是李刚 你爸是奥巴马 都没人在意 你穿不穿名牌 也没人在意 不会因为 你经常用名牌 谁就高看你一眼 没有人会因为 你的家庭背景怎么样 就在意你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失落感了 然后这些年轻人 就想起来了 哎呦我是中国人呢 你们老外别的不认 我们祖国强大 你总要认吧 我们中国的强大 你总要因此而尊重我吧 当然我这种描述呢 不是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 但是我想这种心理基础 是广泛存在的 这种心理基础 对不对呢 它从根本上来说 它出自于人的 需要被尊重的这种需求 但是发展到这种程度不对 特别是有一句口号来总结这种心态 叫做没有祖国 你什么也不是 啥意思啊 那就说明你人格不独立嘛 你的人格必须要依附另一样东西 你甘当另一项东西的人格上的附庸 那当然就不对 爱因斯坦它先是德国籍 后来又是美国籍 你是哪国籍 谁会在意呢 他是哪国籍 谁会在意呢 当然爱因斯坦说起来就太高大上了 太独特了一点 咱们就说所有有成就的人 他所赢得尊重 是因为他个人的成就 而不是他的国籍 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环境下 他是比较推崇个人的 你个人有思想有成就 基本上不会太有人看中你是从哪来的 你说你的人格 就是建立在一个依附的基础上 你还想赢得尊重 那这个就差得有点远了 当然你说你爱国 你就去爱卫 你说没有祖国 你什么也不是 那就是完全剥夺了你自己个人的独立性了 完全剥夺了你自己个人人格的独立价值了 发展到这种程度 不对 但是这个玻璃心和易怒情绪 它虽然是出自于一个合理的人性需要 这个需要认可 但是问题出在两点上 第一就是把这种身份认同 建立在一种非常物象化 非常表象化 很物质的东西之上 这个不对 再有就是很要命的一点 它是以剥夺他人尊严的方式来彰显你自己的尊严 来显示你自己的优越感 你的力量感 你有力量去剥夺别人的尊严 显示你很强大 所以你应该受到尊重 这个不行 这两个问题是最近几十年来 这个共产党的党文化对中国人人性极大扭曲的后果 这一点上我一定是要不断加以批判的 群众专政就是一大群爱国群众上来围攻 这种群众专政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被攻击的对象认错 这是党文化里面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它要用你认错 你放弃自己的这个独特观点的方式来服从一个权威 服从一个集体的权威 大家知道人它是一种社会性的生物 它如果被自己所熟悉的这个群体所隔离所孤立 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折磨 很少有人能承受 杨淑萍同学又是一个涉事卫生的女学生 一个小姑娘那当然就认错了 认错以后呢 那爱国群众当然她就胜利了 她就满意了 因为祖国再次胜利嘛 我们成功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但是她的这个尊严是建立在剥夺个人尊严的基础之上 人类最本质的情感需要就是爱与被爱 党文化教育出来的人最大的问题是 他只要求被爱 而施与爱的能力是残缺的 因为共产党把自己的世界观作为一种基础的人格教育灌输给一代代中国人 他把生物上的进化论应用到社会领域 把人类的历史解释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这么一种生物进化过程 大家想一想 孩子他从小脑子里装的就是弱肉强食就是斗争这种想法 要把别人踩在脚下你要征服别人要排除别人你自己才能生存 你说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教育出来的人 他去学习怎么样去爱 会不会有障碍呢 那当然就是有的 中国文化的传统文化里的人性论 第一条叫做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侧隐之心人之端也 侧隐之心是同情心 是对他人的体谅和包容 你有这样一个心理基础才能正常的发展出去爱别人的能力吗 当然我前面说爱国青年经常是公其一点不计其余 他抓住你一句话 辱华你就是汉奸 标签贴上 然后别的什么也就不看了 也经常会有人把这句话送回给我 说我对中国也是公其一点不计其余 你就看共产党的不好 你不说好的 所以每天呢 都有人给我留言 让我去看中国的这个成就 那个成就啊 这个高铁 那个高楼大厦 那我说呢 这种留言呢 您真的不用再贴给我了 因为你说的这些事 我每天在新闻里面都看 你说的这些事 它都存在于我评判事物的家族观体系里面 只不过它所占的位置 那个权重没有你要求的那么高 我以前多次讲过 我可以接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现在低很多 发达国家一年增长了2%到3% 中国一年有4%5% 我觉得就很不错 但是环境生态 社会公正 文化传承 所有这一切方面 一定要均衡发展 《红楼梦》开篇有一句诗嘛 漏市空堂 当年户满床 摔草枯羊 曾为歌舞场 你所引以为傲的繁华 有多少会变成衰败 你所瞧不起的衰败 又有多少会变成繁华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嘛 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性格 才是他生命力的体现 我们看当今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 他的心理状态 以及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种党文化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 人格上的残缺 看到这些呢 我就经常想起曾文正公讨岳斐洗礼的一句话 你说你拿出什么一些高楼大厦 高速铁路来让我送圣 歌颂圣事 你要说高楼大厦 那世界上最高的饭店还在朝鲜呢 高丽饭店 当然说到这儿呢 我确实也接住过一些留学生朋友 还是挺不错的年轻人 说起爱国来 虽然也有那个尽头 但是你如果真的让他感受到了 他被倾听被理解以后 他所体现出来的内心善的那一面 还是非常柔和非常美好的 慢慢讲道理还是能讲得通的 其实对于共产党里具体的人呢 我也很少指名道性的去批判 因为你说到今天 党性百分之百纯粹的也没有了 很多人呢 也还有人性的一面 只不过很多人呢 他虽然有人性的一面 但是他更多的去关注什么财啊色啊 这些方面 你像川普在晚宴的时候 告诉习近平说空袭了叙利亚 当时习近平没有思想准备 他回了一句说表示理解 有妇女儿童被杀害的时候需要有所行动 习近平的这句话呢 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突然被问到的时候说的 那这就表明 人性在他心中还是保留有火花的 只不过他所说的这种理解 能不能运用到自己的国家 运用到自己国民的身上呢 所以对于共产党里很多具体的人 我不太愿意指名道姓的去批判他 但是对于党文化这种东西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 对人性的荼毒 那是绝对不能认可的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发挥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聊 谢谢大家